小贤和何守正高调谈爱 小贤不但为了何守正闪电请辞两个综艺节目主持 月收入顿失30多万 让两个节目的主持人胡瓜和曾国成傻眼 小贤与何守正20天甜蜜美国行回来后 被拍到过度发福的身材也让人联想到是否有孕 近来必不见面的小贤昨天被一级娱乐子集 一个人提着两袋包包边讲手机边回家 小贤显然最近没有再care身材 一件鞋尖的T恤露出肩膀 过度粗壮的手背露出缺点 被传有孕的小腹不知道是装着小孩还是肥油 微微的有凸起的现象 小贤可能怕肚子被拍 也拿起带子做事挡住腹部的位置 一脸长了八次不要拍 小贤姐 你们不要拍好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小贤姐不好意思那个 听说就是 可以不要拍吗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怀孕的传闻是真的吗 可以不要拍吗 我拜託你们不要拍了 好像有越晒越黑的趋势是不是 可以先不要拍吗不好意思 那可以回忆一下吗 可以不要拍吗 曾经和小贤一起搭档主持的号角响起 被问到小贤发福怀孕的传言 直言小贤胖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那你以前都没有注意他哦 他胖蛮久 他胖蛮久 小贤那边好像又比较突出之类的 他真正突出的是胸部 号角想起开玩笑归开玩笑 之后还是帮小贤解释 没有啦他本来就是运动量很大啊 那运动量大相对的 你又叫他不吃 这太不人道了吧 所以他有运动 他吸收会特别快 当然会比较胖一点 那他真的是没有怀孕了 其实停工将近一个月的小贤 下礼拜开始复工 出席记者会将大跳草群舞 要粉碎怀孕传言 而且传出为了婆家 舍弃终于咖三八的形象 辞掉节目是为了转型 他最近有去跳舞吗 有在重练吗 有啊 有重新电舞什么的 还是有花小时间去练舞 如果能够跳舞应该就是 他应该没有怀孕 是不是这样啊 本来就说他没有怀孕啊 虽然小贤不回应怀孕说 但看他踩着这么高的高跟鞋 又提着重物 好像不是孕妇会做的事情 只不过他是不是最近身体有什么变化 小贤掏了钥匙却没力开门 竟然还有我们记者帮忙开门 只能说没有我们 小贤你该怎么回家啊 你可以先帮我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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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电数梦停整理报导 我可以再继续 然后再继续 感谢观看